今天我接着来为大家讲解《风骚律师》第一季的第三集 上集我们讲到吉米为了不被饿死又做起了公社律师的工作 虽然不喜欢但吉米干得也很是认真 看得出是个好律师 但那乔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切 很早以前吉米是个爱口嗨的小混混 因为一个性骚扰的指控进了监狱 嘴硬的吉米只能向妈妈哭诉 妈妈找来了哥哥查课才将吉米保释出来 从此吉米就跟着哥哥走上了律师的道路 吉米看着手中纳桥留给自己的电话号 心中知道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这样吉米坐立不安 只能给之前的同事金打去了电话 金都已经睡了 被吉米的电话吵了醒来 两人闲聊了几句后 吉米就聊起了克雷格夫妇的案子上 吉米想知道克雷格夫妇到底贪了多少钱 一百万还是一百六十万 金表示自己不想透露案件细节 但听金的口气就知道他们真的贪了钱 吉米马上就称 如果克雷格夫妇没有处理好这笔钱 他全家都会有危险 金马上询问会有什么危险 吉米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马上改口称自己喝多了 随后挂断了电话 吉米并不想去管这件事得罪纳桥 但良心的折磨让吉米辗转反侧 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去提醒一下克雷格一家 吉米用纸桶做了一个简易的变声器 打电话告诉克雷格有危险 但这个变声器影响了清晰度 完全听不到对面在说什么 就听到一句他们来了有危险 这让克雷格夫妇很是紧张 到底是谁来了有什么危险 克雷格夫妇望向窗外 发现了门口不远处 有人在车里监视自己 第二天吉米来法院上班 吉米虽然一个案子上只能赚到七百元 但吉米还是负责的和对方律师 在卫生间中谈论案件 这是好友金打了电话 告诉吉米克雷格夫妇失踪的消息 吉米没有时间再和老麦扯皮 伸手到供置台打开栏杆离开了法院 吉米来到克雷格夫妇的家门口时 看到警察已将这里封锁 在调查着什么 之前的同事告诉吉米 克雷格夫妇的房间被洗劫一空 一家人都不知所踪 金这时上前私下询问吉米 昨晚的电话是怎么回事 吉米怎么知道克雷格夫妇有危险 吉米不敢将纳桥的事情说出来 就称那是自己的揣测而已 金显然并不相信 金希望吉米能帮忙找到克雷格夫妇 失踪的还有他的两个孩子 吉米还是告诉金 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克雷格夫妇的失踪 让吉米很是担心 吉米就找了一个公用电话 不断地给纳桥打去电话 并祈祷一家人不要出事 吉米的这个举动 导致警方将他列为了嫌疑犯 吉米被警察当街逮捕 警察得知了吉米是个律师后 将吉米带到了警局 因为纳桥已经被捕 而且吉米就是纳桥指定的律师 吉米在警局见到了纳桥 原来克雷格的邻居 看到了这两天 有车在克雷格夫妇门口停着 就记下了车牌号 警察顺着车牌号 查到了纳桥 还在纳桥车的地毯上 查到了血迹 纳桥认为是吉米陷害了自己 吉米将自己的想法 告诉了另一伙人 成功地陷害了自己 纳桥只是将车 开到了克雷格夫妇的门口 为的就是观察出多会儿是动手的好时机 但自己从未进入到房子里 更没有绑架克雷格夫妇一家人 货车里的血迹是碰瓷小组两人的血 如果警方在货车里调查 还会发现吉米在里面留下的痕迹 纳桥固执地认为 自己将这件事只告诉了吉米一人 现在自己被捕 肯定和吉米有关系 纳桥生气地告诉吉米 警方已经开始调查起了自己的生意 如果他们真的查到了什么 查到图库那里肯定会非常的糟糕 到时候吉米绝对就死定了 吉米从审讯室出来 同事金和警察就等在了门口 大家赶快上前来询问吉米 克雷格夫妇一家人被关在了哪里 吉米告诉大家 绑架克雷格夫妇的事情 并不是纳桥做的 不相信你们可以去查车厢里的血迹 但检查血迹是否是克雷格夫妇的 至少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 还是在克雷格夫妇在的情况下 现在警方除了纳桥这个嫌疑犯外 并没有其他的嫌疑犯 吉米提议大家可以去现场看看 说不定会找到什么新的线索 吉米进入房间 发现房间被翻得一团乱 但吉米还是发现了一个细节 小女孩的每张照片里都有一个羊娃娃 看得出女孩非常喜欢 但房间里并没有发现这个羊娃娃 这就表示羊娃娃肯定和小女孩在一起 小女孩肯定不是被绑架出去的 有可能克雷格一家人绑架了自己 但金和警察都不相信吉米的说法 警察告诉吉米 他们的车都在这里 也没有任何出租车或汽车服务的记录 他们也没有乘坐飞机 汽车或者火车的记录 警察认为是小女孩哭闹不止 歹徒只好将羊娃娃给她 吉米将金叫到了一边 将所有的事都告诉了金 吉米觉得有可能是昨晚自己给他们打的电话 让他们觉得害怕就躲起来了 这让金很是无语 吉米让金去和警察说 让警察去吵克雷格一家人 还有让警察放了纳桥 如果警察查到了纳桥的生意 自己就死定了 金并不想将这一切都告诉警察 克雷格是自己的客户 告诉警察 无疑就是承认了克雷格有罪 吉米开车来到了法院 老麦将吉米的车拦在了外面 根本不抬杆 还让吉米去其他地方停车 吉米生气的直接下车 对着老麦就开骂 老麦马上动手 将吉米制服在地 大家还记得之前我们读诗里讲过 老麦以前是费城的警察 在警察里也算是老一辈了 警方让老麦控告吉米先动手打人 威胁吉米和警方合作 让他确说纳桥认罪 随后两名警察就上前逼吉米 让他去问问纳桥 将人藏在哪里了 老麦听到这里突然改变主意 不控告吉米了 吉米赶快追上要离开的老麦 询问老麦是不是相信自己的推断 老麦听到了事情的细节 觉得吉米的故事合乎常理 老麦曾经当警察的时候 就遇到过类似的案子 当时失踪的人 其实在离家不远处躲了六个月 携款潜逃是定性思维 但回家是人的本能 所以既要销声匿迹 又要掩人耳目 克雷格夫妇肯定就潜藏在家附近 吉米听了老麦的话 又来到了克雷格的家里 吉米发现克雷格后院的小门 并没有上锁 从小门里出去是一片荒山 吉米顺着山向上走 吉米从天亮走到了天黑 果然发现了克雷格一家人 吉米马上打电话通知了金 克雷格夫妇带着两个孩子 在帐篷里唱着歌 吉米的突然出现 将几人吓得不轻 吉米告诉几人 要不你们自愿回家 要不就等着警察来抓你们 吉米就想拿着面前的包 让几人出来 克雷格的妻子 马上就和吉米抢起了包 在拉扯中包被扯赖 从包里瞬间掉出来 大量的现金 这让所有人很是尴尬 风骚律师第一季的第三集 到这里就结束了 吉米最终在山里 发现了克雷格夫妇一家人 还发现了他们贪污的钱 之后吉米会将克雷格一家人 交给警察呢 还是会帮着克雷格一家人 继续隐瞒 请关注之后的剧情解说 下期我会接着和大家分享 风骚律师这部美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